即使是戴安娜去世了27年 在人们的心目中 查尔斯王子依旧是臭名昭著的王太子 努力了一辈子 她的人气依旧比不上 母亲和前妻甚至是自己的孩子 虽然自己的人气并不高 但是依照法律 未来她依然会是英国的国王 除非英国废除君主制 从母亲伊利沙白20登基算起 努力了70年的查尔斯王子 依旧是那个王子 根据威尔斯亲王官网上的显示 1970年2月11日 威尔斯亲王曾就任上议院议员 虽然他曾是上议院议员 但是他没有投票的权利 特别是作为王位继承人 干涉政治 按照英国宪法的规定 王室成员不能参与任何政治 甚至不能表达任何政治观点 也不能透露倾向性 在未70年的伊利沙白29 从未公开透露过任何的政治观点 以及政治倾向 但是他的儿子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查尔斯王子从来都不是 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即便是没有失败的婚姻 他的所作所为 也不会给他的形象加分 与母亲的隐忍 以及含蓄不同 他会固执地 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光是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 查尔斯王子就曾向英国的 七个部门寄出了27封信件 这些信件被媒体誉为 黑蜘蛛被忘录 为什么叫黑蜘蛛被忘录 是因为他的字迹 就像蜘蛛网而闻名 而这些被忘录的内容 便是他对财政资金 军队事务环保问题等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种干涉政治的做法显然语 宪法所说的王室成员 无权干涉政治的内容不符 也极大地损害了王室的形象 司法部长格里夫 以损害王室形象为由 拒绝公开查尔斯的信件 但是在英国卫报 长达十年的诉讼之下 最终这些信件公布于众 作为立宪制的君主 即便是伊利沙白二世 也只有象征性的签字意义而已 虽然理论上 他可以否定法律条款 但是自安妮女王以来 还没有君主做过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查尔斯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可能这也和他有着过度的表现欲望有关 招摇撞骗 尽管人们可能不会 在英国杂货店偶遇查尔斯王子 但是人们常常会在杂货店 看到他的商品 1992年查尔斯创立了 自己的有机品牌Duty Region 它的庄园为各类供应商 提供补物奶制品 蔬菜等等 虽然这个品牌的利润灰 捐给查尔斯旗下的慈善机构 但是Duty Region的销售的东西最有争议 与其说是有机食品 倒不如说是保健品 一直以来查尔斯一直都是 以食品替代医疗的推崇者 他却约露向民众推销 杨继和蒲公英制成的排毒钉 却被抨击为招摇撞骗 英国半岛医学院教授 Deader 软斯等 查尔斯王子只是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 招摇撞骗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排毒钉会有任何效果 这是在误导民众 拒绝纳税 康沃尔庄园是由爱德华三世创 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庄园盈利 涉及农场地产自然景观酒店和岛屿 估价约7.63亿英镑 但是查尔斯认为这是属于私人庄园 这不属于盈利公司 因此他拒绝为康沃尔庄园缴稿 尽管夏议院曾多次呼吁 审核康沃尔庄园的税务 但是他一直都是理直气壮的 拒绝审核部门的核查 除此之外 查尔斯还喜欢和各类涉嫌丑闻的人交朋友 比如涉嫌恋铜匹的吉米 还有近期的涉嫌卖绝和受贿丑闻等等 这也不让人怀疑这样的人 有统治国家有凝聚人心的能力吗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骗婚 出轨不知廉耻的世纪大渣男 其实他的父母也知道 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扶不起的阿兜 面对戴安娜的质疑 女王也无可奈何地回复到查尔斯无可救药 所以这么多年里 他始终无法交出手中的王位 英国民调机构 余观优告最新民调显示 伊丽莎白二世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81%的人仍然对女王持正面评价 女王登基70年了 查尔斯依旧是那个扶不起的阿兜